我有140g的番薯 第一步就是刨皮 刨皮后切薄片 放入蒸笼 铺开 水滚了 盖好 放上去蒸 大火蒸20分钟 放入大碗 压成番薯泥 放1汤匙砂糖 1汤匙泰白粉 或者叫薯仔粉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加入番薯粉 至于番薯粉加多少 就好看番薯本身的水分 多不多 所以每次都会有些不同 首先加3汤匙 首先加3汤匙 然后因应团的状态 如果它是比较黏 加多些粉 如果它是比较干硬 加水 先加3汤匙 看起来很黏 所以我会多加3汤匙 再加1汤匙 它是比较黏 再加1汤匙 我现在要摄一個 相当的 都不会黏 先摄像中 然后摄像中 摄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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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再加一湯匙的番薯粉 再拆勻 好了,成團了 我用手搓開 向兩邊搓開 藥膜大約一串 然後把它拿出來搓圓 用中火熱油 熱到筷子微微起泡 把它轉去小火 然後把地瓜球放進去 放進去 慢慢在油上煮塞 三分鐘 1分鐘 1分鐘之後 你見到它開始起泡了 就可以壓一下 用力少許壓 把裡面的空氣壓出來 壓下去應該是柔柔軟的 如果壓下去的時候 感覺太硬 即是你一開始油溫太高 那就不要壓 以免它爆破 就會被彈油 就會弄傷我們 我可以再 油溫過高 表面太硬 的時候 它裡面膨脹 表面硬的頭就會爆 所以一定要低溫 煮三分鐘 這個球很漂亮 不僅大 而且表面也會很漂亮 壓了十分鐘之後 我都覺得夠了 到最後 我會把火調大一點 去到中大火 就炸它三分鐘左右 目的就是炸到表皮脆一點 再炸三分鐘 粒粒圓圓大大 金金黃黃的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撈出來瓊油 小火 就要放開 炸到一會兒 一會兒 到最後 再炸一會兒 雪